见到第一仙,第3098章,棋子,棋手,掀桌子,不过,沟臣老君也没有解释,事实上,他之所以不指点清衣天地,就是顾虑这一点,担心触碰到苏义这个见地成大老爷的底线,怀疑自己指点清衣天地是别有所图,那样的话,反倒落了下诚,反之,让清衣天地以后的道徒,由苏义自己来定断,才是最稳妥的做法。 若素不禁调侃了一句,欠我人情,就可以如此理所当然。苏义笑道,咱们是自己人,在欠人情上,多多益善。清衣天地吻了吻翻涌起伏的心神,低声传音给苏义道,多谢了。他怎会不清楚,若素是念在苏义面子上,才会给予自己这样一个机会。苏义一正,呼得有些不适应,傲娇自负的咩咩姑娘,如此客气。 这样一来,苏义自然不能客气,传音道,谢什么?你以后还得多报杀敌呢? 清衣天地一呆,那清冷如冰的绝美翘脸上,破天荒地浮现一丝笑意,点了点头。 很快,勾臣老君告辞,带着那些影视者离去。这片天地间,顿时变得空旷许多。 洛宇和虎禅两位妖族,都长松了一口气。 那些影视者还在时,虽然各自都收敛气息,未曾显露出什么神威。 可两位妖族,却感受到了无形的压迫之力。 就像麋鹿面对一群老虎,哪怕老虎什么也不做,也能让麋鹿胆颤心惊。 而此时,苏义心中实则也不平静。 一场大战,最初是由六位天地一起,配合三清官的中年道人灵爵所不赦。 谁也没想到,事态会一步步演变到这等地步。 莫涵一被震杀,三清官太清一脉的道人,智悦,关水陆续抵达,不惜坏了规矩,也要大打出手。 之后,若素及时赶来,力挽狂澜,击杀关水和灵爵二人,并且将矛头指向那些影视者。 再后来,三清官太清一脉,祖师松兰出现,沟臣老君出现。 而真正决定,今日这一场杀局成败的,则是那位建地城的小老爷。 一人而已,打杀松兰的大道分身,磨灭道人制约的性命。 让那些影视者皆投鼠忌气,一个个脸没低目,不敢再贸然表态。 回顾这一幕幕,苏义心中很解气,但的确并不解恨。 不过,相比天命之争时,他早已变得不同,起码已拥有了一些抵抗的抵御。 哪怕在决定大局胜负时,依旧只能看着。 而无法亲力亲为,但相比天命之争时,已好上太多。 那六个天地逃了。 若素呼的开口,有人暗中出手,提醒他们离开。 苏义眉头微挑,谁? 之前,三清关中年道人灵爵出现后,赏赐了那些天地一批宝物后,就让那些天地离开。 可很显然,那六位天地并未真正离去,而是留在了宿命海中观望。 这一点,苏义都不用想,就能推断出来。 不过,他却没想到,会有人暗中进行提醒,让那些天地离开。 若素微微摇头,道,应当是一个隐试者,但具体是谁,我也不清楚。 苏义若有所思,原本,他还以为恶天地的靠山就是三清关。 可现在看来,这些天地背后,明显不仅仅只站着一个三清关。 还有隐试者? 不必担心这些,虽说但凡能成为天地者,皆是身怀大旗运,独占天命的绝世人物。 可在隐试者眼中,也和棋盘上的棋子没区别。 若素随口道,当然,能够被隐试者视作棋子,也是其他人求而不得的大字话。 苏义微微摇头,我自不会小触天地。 毕竟如今的我,都还未曾掌握能够镇压他们的实力。 言辞间,并没有什么气馁。 这本身就是事实,实话实说而已。 既然选择天地为棋子,必然有所图谋。 我倒是好奇,那些隐试者要图谋的又是什么? 苏义不解。 若素眼神微微有些异样,两个目的,其中一个和你有关。 苏义心中一阵,为了杀我。 若素汉手,不只是因为轮回,和定道天下有关,也和你的第一世有关。 苏义不由陷入沉思。 自己转世九次,每一世,皆历经千节万难,有的隐恨而亡,有的走火入魔,有的为情所困。 除了第一世,其他种种前世,几乎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。 今世修行至今,苏义融合种种前世道业,一路走到今日,早已察觉到,前世今生的一切灾结,看似和轮回,既缘火种有关,可背后何尝不也和第一世有关。 或许正因为料到会如此,第一世在转世之前,就已做了许多准备,留下了一些后手。 比如早已被隐去的玄黄剑,比如一直看守纪元长河的河伯,工业浮屠,比如藏剑窟的龟年,和小老爷,类似种种,都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世所留的后手。 哪怕是轮回,久欲剑,腐朽剑鞘,和第一世心魔,何尝不也和第一世有关。 而当这所有错综复杂的线索,都追溯到第一世身上时,答案自然显而易见。 前世今生的一切灾祸,背后都有着和第一世有关的种种前因。 而这一切灾祸的起源,就是那曾毁掉建帝城,曾破坏众玄盟约的仇敌势力。 比如三清官,比如众玄道虚中那些始祖级势力,比如隐世山中的一些隐世者。 若说第一世转世,好比在下棋,图谋的是一条更高的道徒,那么苏毅和其他前世,就是棋子。 而对异之人,自然是那些,是第一世为敌之人。 为这些仇敌做事的,自然就是棋子。 比如如今的那些天地。 想明白的这些,苏毅不禁揉了揉眉,当棋子的滋味,可不好。 若素敏唇倾笑,柔声道,前世也好,今世也罢,你就是你,现在是棋子,以后就是棋手。 苏毅笑了笑,啊,我不喜对一下棋,当真成了棋手的时候,我会直接掀桌子,彻底做个了断。 若素一正,此刻在他眼中,苏毅看似随口的一句话,却让他感受到一种超然旷达的大气魄,一种源自其心性中的屁腻之气。 掀桌子,做了断。 真到了那时,也就是和彼岸一切敌决一个成王败寇的时候,既是素仇,也是大道之争。 苏毅画风一转,问道,他们图谋的另一个目的是什么? 若素道,身怀永恒地作者,被列为天地,在命运长河上,将独得命运眷顾。 若能打破命运枷锁,踏上成祖之路,以后之成就,远在同境人物之上。 正道为祖,也并非难事。 按若素的说法,命运彼岸的众玄道须,也有无数的修道者。 可在同境之中,相比天地这种独占命运眷顾之人,那些彼岸修道者,就要逊色一大截。 每一个天地,几乎都拥有正道成祖的机会。 但,其他修道者要谋夺这样的机会,则太难太难,甚至绝大多数毕生都不可能成祖。 谈到这些,若素举了一些例子,说在命运彼岸中,十个道祖中,有一半都曾经是这命运长河上的天地,拥有过永恒地作。 这些道祖,几乎都是在洪荒时代初期,以天地之底运堪破命运枷锁,前往彼岸中正道。 当然,正道成祖很难。 哪怕是天地,要实现这样的野望,都要付出不知多少心血和时间,历经不知多少的劫难和磨练。 看一看当今世上那九位天地就知道,如此漫长岁月过去,至今都还未曾有人踏上彼岸。 像轻衣天地,在前往求索彼岸之路时,却不幸地遇到了影视者沟臣老君。 了解了这些,苏义这才明白,为何在彼岸那些始祖级势力中,天地也会被如此看重? 为何影视者会视天地为奇? 简单而言,天地的底蕴和潜力太过恐怖,是以后正道成祖的绝佳人选。 这宿命海! 若宿悄然转身,眸光扫视四方,忽地察觉到什么? 之前那三清官的人,是为不计舟而来。 苏义汉手,应该如此。 若宿恍然道,怪不得他们不惜坏规矩出手,那艘黑色小船的确藏有一桩大玄机,和命河起源有关。 苏义差一道,道友早知道不计舟的事情。 若宿汉手,很久以前,我就引誓于命运长河上,有静天阁的力量,为我搜集世间一切消息,故而早知道,那不计舟的存在。 说着,他提醒道,那不计舟大有古怪,登临其上,或许能抵达命河起源,也极可能遭难而亡。 现在你最好别碰触它。 苏义心中一领,道友就对此宝不感兴趣。 若苏巍巍摇头,到了我这种境界,求的已不是机缘和突破,而是避祸。 那不计舟上所藏的玄机和命河起源有关,与我而言,这也是一桩难以预测的变数。 为了我女儿凌然,我也不会贸然去碰触此物。 苏义眼谋一宁,作为道祖,若宿竟都不愿去沾染那不计舟的玄机。 那命河起源之地,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? 两人交谈时,并未遮掩,皆被轻衣天帝和两位妖祖听到。 三人内心也翻涌不已。 视天帝为棋子。 那神秘不可知的不戏舟,则藏有和命河起源的大玄机。 任谁得知这样的秘心,内心能不震撼。 这一朵素叶红莲,我帮你取来了。 若素掌心翻开,轻轻一抛,一朵硕大如山月般的红色莲花腾空而起,悬浮在那。 枯悬天帝和池源道庭祖师飞云子,就被困在其中。